新白娘子传奇于朦胧入透照仙气十足,居静一美的不够符合原著。 很多人在看了《三生三世十厘桃花》后,被饰演白浅四哥白真的于朦胧圈粉,不仅在于他在剧中与折眼有着超脱的心境,也在于于朦胧仙气十足的造型。 或许于朦胧天生就有种很适合出演古装书生的男生,或者是美男子,反正这类角色在他身上是一点都看不到胃口感的,反而有一种看着很舒服的感觉。 所以一直都有网友说看于朦胧的剧很享受,没有任何压抑的感觉。 确实是这样,近期于朦胧与菊静一合作出演新白娘子传奇路透曝光,真的是让人期待满满。 当初他接下这个角色,很多人还质疑他演不好这个角色,可是看了路透照后,不少人都表示,这很许仙。 于朦胧本人也在网上发了自己是人的许仙美照,为啥说美照呢?你们自己看吧,寻寻秘密,灯火迷迷。 这是许仙大人在狂聊粉丝啊,本就被这个角色吸引了不少迷美,如今在看真的分分钟就想看这部剧啊。 鱼朦胧的古装照真的可以说是很美了。 说完了男主许仙,再来看看饰演白娘子的菊静一路透照如何呢? 要知道,菊静一还是有四千年美女之称,挑战白娘子这个角色完全没有压力。 不过看了最新的路透照,菊静一的白娘子造型似乎有点不尽如人意,和原版相差很大。 不仅如此,或许仙美女之旅行似乎有点不尽如人意,和原版相差很大。 不仅如此,或许是菊静一年龄太小,阅历也少,演出来的感觉不像白娘子倒有点像广家小姐出来逛街。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,白娘子不只是美,还有几分妖气外加大气端庄,而目前在菊静一身上还看不到这些。 虽说粉拍剧很难超越原版,特别是赵雅芝和叶童主演那一经典版本就更难超越了,但是就目前新版白娘子传奇流出来的剧透照来看,还是不错的。 不少网友表示也很期待,就是希望不要因为造型跳戏大跌眼镜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